喜欢汽车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现在的中型轿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各个厂家都希望自己的轿车有最亮眼的车身设计 和搭载有最先进的功能设备 拥有欧洲跑车外影子的全新2016 Kia Optima 再次凭遮着出色的内外设计 成为此款品牌内最暢销的车款 带来新的突破 作为Kia旗下最暢销的车型 2016新款Optima在原有的车型商作出新的突破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新款Optima车身充满动感 内饰设计精致 根据介绍 2016的Optima全线增加了HID转向辅载大灯 使司机在夜晚开车的时候路况更加清晰 在车身方面 全新Optima前后保险降都分别配有前轮器膜 和空气阻力组件 提高汽车在高速行驶时候的稳定性 在内饰方面 2016的Optima就使用了优质材料和精心的设计 包括用真线缝合的方向盘和车门内侧 除此之外 全新的Optima还配有Harman Kardon 10扬升器 高级环绕立体音响系统 为司机带来另一种车内娱乐享受 而在安全性能方面 新款Optima配备全方位倒车影像 出线警告和自动刹车等先进的功能 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创新和突破 Kia已经成为美国汽车市场上一个优质品牌 根据最新公布的汽车质量调查报告 Kia汽车的质量 现在只是落后于德国高级汽车品牌保时捷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Kia为2016Optima提供三种发动机 和五种不同配置等级选项 建议售价从21,990元起 天哪卫视记者马俊 彩方报道 Kia汽车